本来姐姐你是干啥 听说改新了火山地形 我特意过来找找看 对对 你手上拿的东西 怎么会发光 发光 哪有 没看见啊 哎呀 把你的带头给挡住呢 哦 你说这个呀 啥时候进来就有一辆飞船啊 哦 不对 这不是飞船 这是全吸投影装置 神奇的外星科技 可以投射出图片的装置 什么图片 是这个 很久以前 起源立方孕育了迷你宇宙 其中有一个星球叫弥拉星 弥拉星的人们虔诚的祈祷 终于得到了起源立方的回应 一股神秘的力量 涌入他们的身体 那便是创造之力 他们利用这种力量采集 建造 使生活变得美好 但是 这股力量也引来了虚空的际雨 世界的动荡因此而来 所以 这是什么 难不成是需要我来拯救世界 哎 什么事呢 只剩你看看你后面 哎 树上有果子 是真的果子 还有石子 这么大的野果 吃起来真的是 跟梅子一样 啥呀 吃起来很香甜好不好 你没吃过 反正你不知道 这是什么 上面有石像在水转呢 好长的果子感 怎么还不是基于我们星球的 我爱卸染牛山的装置吧 不会吧 我启动看看 BB 你好冒险者 这里是新战工之台 你可以在右侧菜单中选择服务 现在的机器状态是完好的 这边可以记录家的位置 还可以传送 原来当前我们是在米拉星 是最安全的星球 除了米拉星之外 还有猎野星和猛野星 这难不成是通过这个装置传送的 啊 你说那就传送的太空服 不行 虽然有了太空服 但是传送不了 为什么 飞船的等级不够 我们要去其他的星球 必须要有二级的传送舱 那 要不我们回家去 让你啥都有 行 那我们自己来放星战控制它 还有传送舱 不对 还需要一个星战能源核心 这下可以了吧 哎 终于可以传送呢 其他星球 出发 咦 这 这不是地狱吗 哦 哦